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和中落彩差不多 我年年都有参加 博下落彩地抽一下 居济有期屋计划 1976年由市任港督麦里浩提出 第一期居屋饺朱 已有600表之分 比例是5050 分开饺朱 第一期有六个屋苑 八千多个单位 售价由八万多到十六万多 收到三万六千多份申请 白表还签机会大约七分一 而录表差不多每两个 就有一个可以抽中 我们本身在香港仔石排湾村住 是公屋来的 用录表来申请 幸好就刚刚抽到 第一期一起好 就收楼入货 樓体的父母当年以十四万多 买入居屋王浚文苑 这个六百多尺的三房单位 为何会用这个范围来做定价呢 相对于私楼来说是比较便宜一些 政府就想利用居者有期屋计划 去到作为在置业街梯中间的一个环节 令到一些本来是租住公共房屋的居民 未够钱买私楼 但他又有钱可以买这些居者有的或居屋的时候 就可以搬离开这个公屋的单位 腾出一些公共房屋的单位去缓解公共房屋的需求 最早期出售就是第一期至第三期夹的居屋 无需保地价都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保地价政策在1982年5月推出 居屋第三期月项目开始实施 除了帮市民置业 居屋亦都改善居住环境 70年代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可以放慢一点的速度 做一些比较高质素的公屋房屋 令香港市民的居住环境有改进 当时的公屋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鞋合式的单位 没有间隔的有一个简陋的厨房、厕所等等 在居屋里面就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划分了客厅、饭厅、两房、三房的设计 背后源自于当时的政府 对于整个人口的结构比较好一点的掌握 除了自己单位的空间之外 亦都享受到公共空间 对社区有更加强的归宿感 居屋退出二十多年后一度暂停 1997年市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85000政策 遇上亚洲金融风暴、楼市下滑 居屋和私人市场重叠的情况日益严重 居屋的优点和价值正是逐渐消失 2002年政府决定无限期停售和停建居屋 直至2011年市任行政长官曾荫权 是他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宣布福建居屋